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国学课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书莫老师 上面的四节课呢 我们就讲完了《孝经》这一部经典 了解完《孝经》之中所蕴含的孝道之后 大家有没有尝试着去在自己的家庭中 在自己和爸爸妈妈的相处中 开始践行我们所说的儒家的孝道呢 现在啊 大家的年纪还比较小 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去领会孝道中所蕴含的深意 不过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几门课 认识《孝经》 认识儒家的孝道 开始去了解 去实践 今天呢 我们就要转换来开始了解另外一部经典 大学 大学这部经典呀 太重要了 古代人读所谓的四书五经 这里面的四书呢 指的就是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古人读这个四书啊 有一个顺序 是先读大学 其次呢 读论语 然后孟子 最后读中庸 因为呀 这个大学呢 按照宋朝的诸子的话说 就像是我们种田呀 需要先堆出田笼 明确一块地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该从哪开始种 该怎么种 这个大学呢 就把一个人去学习儒家的修养 学习儒家的功夫 从自己这个个人的身上开始实践 一直扩展到家庭 国家和整个天下去 大学这部书呢 就相当于给我们规划出了一条道路 那么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不断地积蓄力量 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讲大学这部书之前 我们先讲一讲什么叫做大学 这个大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比如说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他的本意呢 是一种古代的贵族学校 贵族的子弟年龄大概到了15岁17岁的时候 就来到这样的一个大学之中 学习如何去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如何去做一个能够治理百姓 治理国家的人 咱们这种一般老百姓啊 只有最最优秀的少数人 能够进入到这个古代的大学之中 但是呢 在孔子的时代 孔子就把这个学校里面 所教授的这些内容 所教授的关于做人的道理 关于为政的道理 全都讲给了一般的老百姓 讲给每一个想要来学的人 当时孔子这样的做法呢 就叫做有教无类 这样呢 每一个想学习的人 愿意读书的人 愿意修养自己的人 都可以像贵族一样 获得一种崇高的品德 和治理百姓 治理人民的德性 这样呢 孔子所说的 古代贵族大学的教育理念 面对一般百姓来说的这样一番话 就成为了大学的主要的思想 也是大学第一章的内容 大学第一章就是孔子所说的原话 而后面的这些章呢 则是按照孔子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由曾子再给大家讲解 并且由曾子的弟子 正式地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 大学这部经典呢 是孔子数之 而曾子传之 他的性质啊 和我们前一篇讲的孝经 有一点点近似 那么说来说去 又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孔门弟子啊 就是曾子这个人物了 我们前面讲课的时候就讲到说 曾子这个人物 孔子就感觉 哎呀 身也鲁 曾身 也就是曾子的脑子 不太灵光 不是那么反应灵敏 比较迟钝 但是呢 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他的个性 十分的深厚 笃实 今天我们又要讲一部 曾子所传的经典 就是这个大学 我们也在讲一个 能够反映 曾子性格特点的小故事 大家能够 对这个人物感到更熟悉 更亲密 咱们说曾子小的时候 是比较的迟钝 大家觉得他不聪明 但是呢 能够看出来这个孩子很老实 很实在 等到他年龄 有一定的年龄之后呀 他的这种 鲁顿 愚顿 渐渐的 就淡化了 这个人就开窍了 但是呢 他的那种赌食 深沉 还一直保留着 我们说话这会儿呢 曾子就已经结婚了 已经有夫人了 并且呢 已经是有小孩了 他这个小孩当然是年纪不算特别大 应该是会走路会说话了 但是呢 还不是非常的懂事 话说有一天呢 曾子的夫人就要上街去买东西 他这正那个收拾东西准备出门呢 他这个小孩子突然过来了 就说 说妈妈妈你去哪啊 这个曾子的夫人就说 我呀 我去出去上这个市场上买东西去 你就在家好好待着 我走了 然后说话呢 就要往外走 这个小孩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很舍不得自己的妈妈 他就一边哭 一边跟着这个妈妈 就说妈妈妈妈你别走呀 我要你 你别走 曾子的夫人呢 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这孩子怎么离开妈妈 一会儿都不行呢 但是呢自己得上街买东西 这都是家里必须得用的 也没办法 就是说就不去了 在家陪着小孩 所以他就啊 蹲下来跟这个小孩说 说你呀 你就在家好好待着 行不行 我很快就回来 我回来给你带糖吃 小孩还不行 不行不行 我我不要 我不要糖 我就要妈妈 这个曾子的夫人啊 就想了想 他就说你别哭了 你不是最喜欢吃 咱平时做那个煮猪肉吗 呃我回来呀 我就呃给你杀猪 你现在乖乖的 你啊一吵一闹 我就不给你杀猪了 你要是乖乖的呢 做个好孩子 我呢回来就把这个 咱家养的猪 给你杀一头 咱们做这个水煮猪肉 好不好 小孩一听 哎 这个不错 确实爱吃 就说那那好吧 那您快点回来吧 这个曾子的夫人啊 就上街买东西了 回来的时候呢 远远的就听见家里 有这个猪的这个叫声 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 农村 现在如果还有杀猪的话 他要先把这个猪给捆起来 这个捆猪的画面 我估计咱们很多 呃同学都已经没见过了 这个猪会剧烈的挣扎 然后会呃高声的嘶叫 这样的很远都能听得到 这个夫人就心里还想 哎呀天哪 咱们这村里是谁 今天也不是过年 也不是过节 谁跟这杀猪呢 越往自己家走越觉得不对 好像这个声音是从 自个家传出来的 他赶紧快两步走 一进家门 就看见曾子啊 正在那捆猪 准备杀猪呢 那个猪叫声 可以说是震耳欲聋啊 这曾子夫人很奇怪 说今天也不是过节 也不是过年 咱们家里就养这么几头猪 也不容易 你怎么就准备杀猪呢 你这是要干嘛呀 这个曾子就说 说你不是答应咱们孩子了吗 等你回来呢 就给咱们孩子杀猪 煮猪肉吃 这个曾子的夫人一听 又好气又好笑 你说什么呢 我跟他 我是开玩笑啊 我就是哄他呀 你怎么能当真呢 跟小孩说话 怎么能当真呢 这曾子摇了摇头 他说你不能这样 咱们孩子都是看着大人 如果说我们说话 不算话 我们说话 都是哄别人 跟人家开玩笑 那么孩子 他就不会养成一种 诚信 赌食的品格 我们大人 首先要做到 说一句算一句 才能给小孩 做一个榜样 所以今天咱们必须 得给孩子杀猪 得给孩子做煮猪肉吃 曾子的夫人一听 这曾子真是 太迂腐了 哎呀 毕竟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啊 但他也没办法 因为人家曾子说的 也确实有道理 那么就把这个猪给杀了 然后呢 遵守了对自己孩子的这个诺言 我们讲到曾子 其实经常会讲这个故事 很多人讲的都强调说 这是一个教育孩子的方法 就是我们必须遵守诚信 家长对孩子要说话算话 才能让孩子养成这个 诚实赌食的这种性格 从表面上看 这故事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是一个关于教育方法的故事 但是呢 我去体会去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曾子这个人 他有一种和一般人不一样的状态 也就是这个人内心 非常的真诚 非常的笃实 非常的厚重 所以在他的这个生命之中 无论对谁 哪怕是自己刚刚学会走路 刚刚学会说话的这个小孩子 他也要有一种诚恳 一种真实 他不容许这里面有一些 弄虚作假 有一些说话不算 有一些对人的一种贬低和侮辱 我们听课的家长朋友们和 我们的这个小同学们 大家可以想一想看 如果说 这个家长跟孩子说一句话 完完全全是当成对这个小孩的一种戏弄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种 对小孩的人格的一种降低 不把它当成一个 能够和自己平等对话的一个人格来看待 这个是不对的 曾子就是感觉 人不应该这样 所以他说 说我们怎么说的 我们就怎么做 这样做呢 是对我们孩子的一种尊重 曾子的这样一种 非常真诚赌实的状态 应该说 应该说是从他这个 大学这部经典的修养 是一以贯之 是相呼应 那么具体曾子所传的 这个孔子讲的大学 到底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下节课 再一起来看 小朋友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好听 好玩的课程 请在微信上 关注公众号 米丽妈频道 米丽妈在这里 等你哦 小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